有牛隻坐在草地上不斷流鼻血 附近的行人路上也有多灘血跡 市民國女士向我們反映 星期一行山經過大魚山沙咀懲教所附近 發現流血牛隻 隨即聯絡漁護署跟進 她第二天早上再到場了解 發現牛隻傷勢仍然沒有好轉 她又指在場的愛護動物協會職員 引述漁護署說 需要視乎同日另一宗牛隻受傷事故的進展 才可以安排車輛 她留守去到當晚11點 終於等到處方到場接了牛隻 現場草地星期三仍然流乾了的血跡 國女士質疑 處方聘請當地村民做看牛人 並沒有做好職責 對於有牛隻受傷時 沒有第一時間支援感到失望 漁護署回覆說 星期一接獲市民報告後 派員到場視察 經初步檢查後 認為隻牛並沒有即時危險 所以讓牠回到森林 人員第二晚再到場了解 及後將牠帶回處方轄下的打鼓嶺行動中心 受醫檢查後 認為牛隻健康狀況上可 沒有流鼻血可以自己飲水 目前繼續在中心裡接受觀察 有關著牛隻的組織透露 那隻流鼻血的牛早在上星期五 已經被發現嘴唇、牙肉有血跡 是去年至今至少第三宗同類事件 估計是因為染病或年老導致內臟衰退有關 並非因為被車撞傷 他又指當日大嶼山還發生兩宗牛隻死傷個案 包括在昂平有牛隻後腳受傷流血不止 但凹一個非法棄置垃圾的黑點 就有牛隻因為腳傷而死 漁護署早在2011年底成立牛隻管理隊 專責管理流浪牛 何來說漁護署現有的監管政策 只是以寵物或流浪動物區分 而牛隊就像部門的孤兒仔一樣 處理保育工作上無心無力 促請政府盡早正視動物保育政策 東方記者岑指號報導 明文字幕提供 提供機指導 向文字幕提供 立法 通關